又出了一档 人更名言 我为你救你 天降大母 最逢来的台演 展台 一样 回来回来回来 中期变回中 好暂停 主任 还有这个谭北宁 各载系团的谭北宁管主 还有各位前辈 大家好 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小朋友大家好 其实今天是我来做文化部长最快乐的一天 在我没有来做文化部长以前 其实我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我曾经带着子风车 三三下海表演 然后去金门 马祖 彭湖 还有云东最远的地方 然后我也带着小朋友 集团到各学校去表演反都 如果你问我最想做什么 我不会想到文化部长 我想做儿童绘本的作家 我也写过很多儿童绘本 我的儿童绘本也被改编成子风车的舞台剧 比如说最近的鱼马 总统就是给你上这次很大的马 就是我以前写的 所以当我来文化部的时候 别人问我说你最想做什么 其实文化部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 但是我毫不犹豫的说 我最想做这个青少年杂根的计划 就是文化属于青少年 一些往下杂根是最重要的 第二重要的是 当我们说我们要把台湾的文化带到全世界去 那台湾文化有什么呢 当然就是传统文化 我们如果去告诉别人我们有什么 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表演 布袋戏啊 歌仔戏啊等等 我自己小时候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我本来不会讲台语的 然后我从我家里走到学校去 听他那个米南语歌 然后地上全部都是那个 像这样子布袋戏的头在那边坐 我小时候就这样长大 所以我感到很感动 而且刚刚最感动的是因为 表演的那个剧团是用小孩子的 那个表演的方式 改变成小朋友会互动的方式 我我第一次看到 我看的时候有一个感觉 如果子风车不再加油的话 会被这些剧团全部取代 这句话我要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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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